由不法集團是以生計公司的名義 向大同大學租借了產學合作實驗室 而近三年期間是假借開發新藥的名義 私下鑽研製毒技術 結果去年三月因為操作不慎 引發了火警 全案才被檢警給發現 儘管事後他們是另外找了據點 但張醒主謀等十二人 依然在日前被警方給逮捕 至於校方則回應表示 在租借期間沒有發現異狀 強大未來會強化監管 鎮鎮農煙篡天機以外牆燒得焦黑 消防人員不隨限灌救 去年三月大同大學突然竄火蛇 起火點在產學合作實驗室 火掉道場裁剪 金劍毒品殘渣 監禁展開秘密調查 就在火警發生後 合作廠商不續租 就怕東窗事發 北中南另辟據點 檢警劍實機成熟 兵分多路攻堅 逮捕張姓祖賢等十二人 查獲滿滿毒化學品 光扣案的毒品先驅原料 零同就有三點二公噸 瘟疫製毒完成可產出三百公斤的 凱塔蜜 換算市值高達四點五億元 投資了超過新台幣四千萬元 從大陸進口毒品原料以及設備 那實際上在裡面研發製毒技術 製造毒品 查獲了十二名犯賢道案 那其中裡面有兩名是製毒師傅 兩名幫派成員 走在最前頭就是布法集團主席 有化工背景的張姓男子 是某醫藥生技負責人 租下產學合作實驗室 從每月四萬租金後來擴大成租 每月得付十六萬元 假借開發新藥用合法掩護非法 在校園專研製毒技術 長達近三年時間 但校方卻不知情 學校會定期跟不定期 會到他們的實驗室去訪視 都沒有聞到一些比較刺鼻 比較特殊的味道 那他也告訴我們說 他們只是一個基礎藥品的一個研發 所以我們就沒有特別去 就沒看到這樣的問題 校方回應對於廠商合作 都有一套審查SOP進駐後 也會進行方式 只是這回遭到布法集團找上門 即使清查過後 雙方沒有簽訂任何產學案 但校方也強調將來會加強相關監管 記者傳奇球年輕人台北宜蘭報導